出事了 淑女魅力扎恋内鱼 年过半百又嫩幼翘瘦的秦岚 竟然对脸小鲜肉痛下狠手 前言 娱乐圈里有很多漂亮的女明星 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简直是仙女下凡 因此都掩盖不住对她的喜爱 但是岁月催人老呀 只要她年龄一大 很快就到了让人几乎都认不出的外表了 对比先前的模样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这或许就是年龄增长带来的烦恼之一吧 但是总有这么一群人 居然可以逆生长 今天要讲到的就是娱乐圈的逆生长女神秦岚 不老女神 秦岚年轻的时候究竟有多漂亮 说起秦岚这人 年龄大一点的观众应该知道她的事迹 当年一出道就凭借自己的颜值让所有观众侧目 甚至就连在剧中的小三角色 被她这么一饰演 也演出了让所有人都心疼的效果来 因为她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 不但是在剧中 就是在剧外也是一看就让人惊艳的人物 她身上有那种古典的风韵 这也是她演戏能够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 秦岚当时是以演古风剧为专长 特别是她的气质更是让她演技如虎添翼 当时的秦岚脸上还有着一丝婴儿肥 不过这也为她增添了一抹可爱和幼稚 这就是大家都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再者她的演技功底也是很深厚 完全不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 反而像是一个沉浸已久的老手 各种场合的演戏技巧也是信手拈来 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 这句话放在秦岚身上最合适不过了 年轻的秦岚在娱乐圈可谓是杀疯了 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美人 配合上她本身的气质 就像是古代画卷中的美人走出画卷 和你面对面对话一样让人陶醉 很难想象在那个还没有美颜绿镜的年代 当年的秦岚是何等的风华绝代 即使是放到现在恐怕也是娱乐圈顶流吧 逆生长 秦岚身材实在太夸张 按理说这样的女神咱们也看多了 但是她们大多都是在年纪上来的时候 就不负年轻时候的美貌了 但是秦岚不一样 随着岁月流逝 她身上反而散发出更加强大的魅力 看看这凹凸有质的身材 简直就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有的身材 恐怕当今娱乐圈很多女星都是自愧不如的吧 该受和不该受的地方 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简直熟透了 魅力炸裂 秦岚的脸还是和之前一样精致 身材却比以前更加有韵味了 这真是让人费解 按理说年纪一大 身材应该会走量才对 但是秦岚不一样 岁月在她身上似乎并没有残忍地留下痕迹 反而仁慈地为她增添了岁月的筹码 秦岚身上有一种岁月沉淀过的美 用现在网络上的话来讲 那就是熟透了 可以说得上是一位熟女了 娱乐圈小鲜肉也无法抗拒大长腿 娱乐圈里像是秦岚这样的女人可不多了 大家都认为她将要老去的时候 她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开始逆生长了 看看这一双大长腿 哪一位女孩不想要这样的一双大长腿呢 更别说她的颜值也是独树一致的存在 两者结合起来那对于男人简直就是绝杀 难怪在娱乐圈里就连小鲜肉都无法抗拒秦岚 这换谁能顶得住 年轻时候那种古典的美 就算是到了中年秦来也照样没有失去 反而在岁月的帮助下 似乎更加魅力四射了 尤其是秦岚身着一身白色旗袍 阳光洒在她的身上 似乎大家根本没有看出来她的老去 反而觉得她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漂亮了 这身造型可谓是将中国传统美人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周围老外也是一阵惊讶 恐怕就算是在国外也少有如此有魅力的女子吧 网友又嫩又翘瘦的丰满 再来看看秦岚别的艺术照片 那可真是让人大保眼福了 一身黑色的吊带裙 不但将秦岚的肤色衬得更加白皙 事业线也是毫不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估计这样的事业线是很多人渴望而不可求的吧 这可是成熟女人的象征了 如今很多人喜欢熟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也难怪网友说秦岚是又嫩又翘瘦的丰满呢 秦岚的身材就是她最成功的一个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的上半身非常丰满 但是到了腰至这里居然惊人地收缩了起来 河下半身的臀部形成了一个诱人的曲线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葫芦造型 放在女人身上就是最让人陶醉的曲线了 看这身连衣裙就将秦岚的身材勾勒得非常好 说一身超级女神是丝毫不为过的 私底下刻苦训练 保持身材的秘诀 能够有今天的身材 肯定是秦岚自己在私底下会训练自己的原因 否则无论是谁 没有经过刻苦的训练 好身材是不会自己来的 尤其是像秦岚这种前凸后翘的身材 除了自己主动保持之外 还要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真不愧是娱乐圈的不老女神之一 秦岚如今的状态不知道让多少人羡慕不已 简直都想向他请教一下这完美的身材到底是如何保持的了 搭戏毫无违和感 人到四十依旧青春 得益于这样的身材和颜值 秦岚在偶像剧中和比自己小很多的男演员搭戏也是毫无违和感 甚至观众还会觉得他们实在是太搭配了一点 秦岚哪里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星 换上小清新的衣服没有人会觉得她年纪很大 换上热辣的衣服 大家也会觉得秦岚实在是太过性感 这样的女人堪称完美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秦岚的看法究竟如何 总之她能够实现这样的逆生长 自己在私底下肯定是付出过很多努力的 我们也不必去羡慕她 咱们普通人也不用如此执着于自己的身材 而且只要搭配科学的方法 想要中年的时候能够显小一点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最重要的还是活在当下 珍惜眼前人 努力把自己的小生活先给过好了 哇塞 娱乐圈有个女神 四十多岁还没乍天 你敢信 她到底咋做到的 今天咱就来好好唠唠这位传奇人物 秦岚 秦岚呢 是个演员 她演的戏那可多了去了 尤其是古风剧 那叫一个角 想当年 她一出道 就凭借超高的颜值和出色的演技 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她演的角色 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 都能让人印象深刻 秦岚演古风剧那可是专业的 她往那一站 就好像从古代画卷里走出来的美人 她的气质特别独特 既优雅又大气 给她的演技加了不少分 还记得她年轻的时候 脸上还有点婴儿肥呢 这不但没影响她的美 反而让她多了几分可爱和天真 那时候的她 真的是青春无敌啊 大家都特别喜欢她 不光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还因为她的演技特别好 她虽然是个新人 可演起戏来就像各老戏谷一样 各种演戏技巧都能运用自如 年轻就是资本这句话 放在秦岚身上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年轻的秦岚在娱乐圈那可是杀疯了 谁能不被她的美貌和才华所吸引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女明星都慢慢变老了 可秦岚却越来越有魅力 看看她现在的身材 那叫一个凹凸有质 该瘦的地方瘦 该有肉的地方有肉 就跟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似的 这让好多娱乐圈的女明星都自愧不如 她的脸还是那么精致 一点都没有岁月的痕迹 而且她的身材比以前更有韵味了 真的是让人羡慕极度恨呐 秦岚为啥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呢 那肯定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 她肯定在私底下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锻炼身体 要不然 这好身材哪能自己跑来找她呢 她的身材上半身丰满 下半身臀部曲线优美 形成了一个诱人的葫芦造型 这可真是天生的游物啊 她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尤其是穿旗袍的时候 那真的是美饭了 现在到了中年 她依然没有失去这份美 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下 变得更加有魅力了 她不管是穿小清新的衣服 还是热辣的衣服 都能完美驾驭 何比她小很多的男演员搭戏 也毫无为何感 观众们都觉得她们特别般配 好多网友都说 秦岚是又嫩又翘手的丰满 这句话真的是太贴切了 秦岚的身材就是她最大的资本 她的成功也离不开她的努力 她在私底下肯定付出了很多汗水 才能有今天这样的好身材 秦岚这样的女神真的是不多见 她的逆生长让很多人都羡慕不已 但我们也不用太羡慕她 咱普通人虽然没有她那么好的条件 但只要我们努力 也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可以学习她的自律和努力 通过科学的方法来保持身材和健康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珍惜当下 过好自己的生活 感谢观看